各位評審、長官、同大好 我們是第11組 然後我叫James 那接下來會有我來替各位說 那我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構想 因為像台灣的話 像一年可能這些重要的這些錢 大概有24個 那可能大家都會碰到說 可能先生安姐我要送什麼禮物給我的女朋友 那婚姻要送什麼禮物給長輩 甚至說送給公司的這些長官同仁 那所以說就是 送禮要送到新函 那我們就是 成立了這個平台 要去解決幫大家解決這個送禮的整個問題 對 那接下來我介紹一下就是我們的一些做法 那送禮如果我們是結合就是說 大數據的方式 那讓我們的使用者 去提供一些 他要受禮者的一些相關資訊 那我們再結合了這個電商平台 那提供給我們的資料庫 我們再去做一些 算是免核的動作 那也是希望能夠達到精準行銷的方式 一方面能夠 吸引這些消費者來到我們的平台做使用 那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要能夠 將電商的產品能夠創造更多的一個 收益 那陳葵就是說 一般我們遇到就是說 可能我不知道怎麼去挑選禮物 那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會將這個收益者的可能包含居住地 性別年齡 寫行這些東西都當成是我們的一個參數 那之後會跟我們的這個 數據的資料庫 去做比對 那來拿到一個 就是說 他們會推薦一些排行 比如說 我們今天送一個30歲的 一個天蠍座的一個男性 那他的預算是多少錢 那我們會送什麼 他可能包含居住 可能十項 可能是 光吳高 或者是 其他的銀袋之類的東西 那 這些排名都是通過大數據的 不管是POWER 或是通過這些電商的資料庫 去結合 所產生出來的這個結果 對這個是對我們使用者的部分 然後再來對電商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要怎麼去刺激這種 電商的這個產品的銷售 那同樣 那電商也透過我們平台 他除了說 去廣告刊登之外 他同樣可以去加入 他希望能夠促銷的賣商品 那 打在我們的可能是Banner上面 就以買廣告的方式 來去 來去做他這個產品的 銷售 對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構想 對不知道說 各位 你們兩位有沒有什麼 指教 或者說 情況 對 各位請說 這邊 坐 欸 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有很多公司會辦那個 交換禮物 假如說有公司 交換禮物 預算 300塊 那就可以用你這個 系統來 跳 對對對 可是如果說 大家員工都挑 會不會都挑到一樣的東西 那就要看您設定的參數 譬如說可能今天 我不知道顧問的年紀 可能40歲好了 那我就設定那邊 40歲的男性 那我們應該送什麼東西 他可能出來是 繡扣 欸 領帶或者是香水之類的 對那這些就是 我們會透過爬文 跟 這些電商的資料 固定結合 因為可能電商 在買東西下單的很多 那我們會把這些資訊 都蒐集起來之後 來當成我們的一個 就是說 提供給消費者的一個資料 對 還要 還不及他的問題 對啊 還有其他評審要提問嗎 沒有 因為我們希望是能夠做到 像 大家知道這個 找飯店 你會想到什麼 嘴巴桶 但他既然有一些 負面新聞 這個我們就不要撐 對那 找聯絡的話 我們就會想到 這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名稱叫 東東對東東的這個 手雲的這個網站 那 想到雲服務 大家會想到什麼 會想到北巢 所以OK謝謝大家 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 那評審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謝謝 謝謝東湖 為我們的報告 好